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Evonne 今天讲一下是购买也可以促使我极简 其实这个话题可能大家很好奇为什么 今天是Melbourne Cup 就是说墨尔本跑马节 大家全部都,就是全Melbourne都放假 然后我就忍不住和朋友就去shopping了 我们就去了这个很大的这种大折商场 去了看那个DFO 凡是在这里Melbourne的人应该都知道DFO这个地方 就是很多大的品牌 然后我打折实在是忍不住还是购买了 因为它实在是打折的太厉害了 但是呢我这个购买过程当中呢 我们没有让它白白的购买啊 我在购买的过程当中让我促使 让我想通了一点东西 之前呢我不是说过有一些衣服 我是因为很贵买的嘛 我一直不舍得就是捐掉 然后把它储存起来了 然后还有一些鞋子什么的都把它储存起来 我说那个衣服啊鞋子我要溜 可以穿到80岁啊 但是我们人始终是忍不住诱惑 然后忍不住购买的 而且我们的这个fashion呢 这种思想呢总是不停的在改变啊 在我购买期间呢 我虽然以前不是说过吗 是一个进一个出这样的啊 但是在我购买的同时呢 忽然间让我想通了一样事情 就是在往里进的情况底下呢 我就在想 今天我进了一两件衣服 我就必须要拿这两袋衣服出去扔掉啊 就是捐掉啊 后来我想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这种思想 不停的购买 不停购买 所以呢 我们就何必执着那些以前的旧衣服呢 特别是在我储存的这段期间啊 我感觉这些衣服已经在我生命中不存在了 而我所真正的这 当下的这一个空间呢 这个时空间呢 只有衣柜里边的那二十几件衣服啊 是真正是属于我的 而那些储存在储藏室里边的衣服呢 这一刹呢 它是在我 它是不存在在我生命当中的 所以再加上我们又可能会不时的购买 后来有新的衣服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 所以忽然间让我感觉到 我终于可以舍了 所以我之前不说过吗 你每一天的心情都在改变啊 而今天我的心情就告诉我 我以前一直执着的那些衣服 我可以放手了 所以呢 今天晚上今天呢我将会捐掉很多很多的衣服 因为就在我这购买的过程当中呢 还有让我忽然间领悟到了这个道理啊 所以很多鞋子衣服啊 今天我就会大批大批的处理掉 我觉得在这个购买过程当中 如果你用到了恰当好处的思想的话呢 它也可以完全完全的去push你 去来击减掉你曾经执着的东西啊 今天呢我就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进步啊 就是我终于舍得把我之前储备起来的那些 所有的衣服击减掉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衣服是越来越便宜啊 而且这个流行的趋势是越来越快 很多东西呢 我们虽然说哎呀这个衣服也好 那件衣服也好 我要留着以后穿 其实我们不停有新的款式 不停有新的衣服 在我们面前出现出现啊 当然了要看个人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念旧 你可以一件衣服穿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人的话 当然你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听我这套啊 但是我就不是 我就是那种经常变 经常变 经常喜欢买东西 而经常就是看到fashion的东西 会忍不住 哎我不是个fashion的人 但是呢看到新的特别的东西 就喜欢因为我好奇嘛 就喜欢买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 今天的这个购买呢 就让我下定了非常非常大的决心啊 也就是说购买 可以促使我的极简行为啊 虽然是短短的一个video啊 但是这个video呢 我确实让我可以 就是忽然间转念 就想到这一点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啊 这个购买呢可以 真的可以让我 哎想开了 管它呢 我就把之前储存的 我全部都处理掉 我个将来我可以再买 真的将来可以再买 因为衣服就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甚至越来一年比一年便宜 一年比一年便宜 不管是多贵的品牌 因为它新陈代谢快嘛 所以它的价钱就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便宜 所以呢我现在觉得 那些衣服已经 该时候是放手了 今天决定真的是该时候是放手了 好嘞 也希望你们自己 就会去好好想一想啊 和我一起继续做极简 我终于把我一直执着的东西啊 终于舍得放手了 这些呢就是 我今天打算处理掉的东西啊 之前跟大家说过 今天去忍不住shopping了 但是商品当中也让我想通了很多 所以呢这也是放下了很多执着啊 有些衣服这是还没有折 这是我女儿要扔的 这是其他家人的 下面是我的 我一会儿会帮他们折好 折整齐 折干净 折干净之后呢 然后就去送去 然后这一大包呢 又是一些窗帘什么的 但这些可能就不会捐掉 可能就直接就也就扔掉了啊 又或者因为或者是给那种 op shop让他们自己再去 在第二次卖掉 当时到旧货把它卖掉这样 我家猫猫 我今天呢就想给大家介绍一张 还有女儿的房间啊 其实很多朋友都说 说如何让自己的孩子 跟着夜一起急剪干净啊 这就是看他的房间 我呢做急剪主义的时候呢 就是完全我是没有帮他 整理房间的 我是完全不管他的 我是管我自己的事情啊 然后呢 当当他看到我急剪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他的房间 整理得很好很好 就是说 所以说我们做父母的啊 就是可以完全是 会影响到孩子的 这是他自己平时的东西 其实房间并不很大 但是呢东西整理是 蛮蛮整整齐齐的 然后就是丝巾啊什么的 而且有些很多时候 我们应该给他孩子准备好 一定的就是空间给他们啊 他你看之前这个 这是他的衣柜 之前有给大家看过 上面呢就放他出去 camping的东西啊 这是衣服 然后下边呢 他之前跟我说 他说他每次放学回来的书包啊 他没有地方放 然后我放在客厅里边 会占地方什么的 然后我就把这个柜子 下面收拾出来 给他专门放他的书包什么的 这样呢 既干净 而且他所有东西 都在他的房间里边 这边呢就是他的那个 下面就是他放脏衣服的篮子 然后这个呢 是因为他今天生日 然后这是他所有朋友 给他的gift 他就暂时的放在这里边 然后这边呢 是放他所有的这些 小装饰品呢 首饰啊 然后耳环啊什么的 然后这里呢 就放他的这个 他的他的什么指甲油啊 眼镜什么的 这全部都是他自己 organize的啊 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我跟大家说过 之前我不是在整理过 他这个衣柜吗 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上面 上面就是我之前 给大家整理过 就是给大家看过 我给他整理的衣柜在上面 然后下面呢 我就没有理他 看到吗 这是他自己整理的 他看到我上面 给他整理之后 他下面就是他自己的衣柜 就全部他自己整理的 他的抽屉啊什么的 这下面是他自己 我是完全不管他的 他的东西呢 我是不是 从来不随便扔他的东西 也不会帮他整理 因为他13 过了生日今天 他就14岁了啊 是大姑娘了 所以他的所有东西 都自己整理 这是他的 他自己整理的房间 他喜欢他的favor 这是他的灯 然后有些时候 我会跟他说 我说 哎呀我没有地方录影 他说你到我床上来啊 我床上这是最漂亮的啊 这个背景啊 然后呢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那个偶像啊 他特别偶 他喜欢的偶像 然后这是他的桌子 我们现在看一下 他的柜子 他现在自己 这都是他自己 这是第一层 OK 他的自己东西都放在这里边 整理的很不错 就是很干净 知道每一排都放什么 很清楚 然后这里边每一个抽屉里边 都有他自己写的东西啊 什么 下面也是他的包包啊 什么都是 organized的非常非常好啊 其实孩子很多时候 只要我们是 我们是可以影响到他们的 就是说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帮他整理 你要相信他们 给予他们这种自信 给予他们这种 要让他们相信 他们自己可以 把自己的生活 打理得非常非常好啊 你看这个整个房间 就是他的小天地 整理得非常好 所以我说 应该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就说 这小孩子 他们自己的天地 喜欢呆在塑胶袋里的 宝宝 宝宝 好玩吗里边 里面好玩吗 里面好玩吗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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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